截止1月3日 各级财政部门 共投入28.2亿元 用于抗击疫情 其中中央财政投入5亿元 省级财政投入2.5亿元 西安市区财政投入12.75亿元 其他市县财政投入7.95亿元 对确诊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 在基本医疗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出后 个人负担部分将由各级财政予以安排